花美男竟是破處男 遭通氣再破少女處 這名27歲男子蔡元潔 看似花美男 沒想到竟是專找 少女承受慾的色狼 他5年前在北台灣 犯下強制猥褻和 妨害性刺主罪 判刑5年 但他竟漏跑 陽昇身份證遺失 拿同學健保卡補辦證件 之後他就用假身份 上網自稱處男 你是處女嗎 不然我們一起去賓館 就知道了 21天內拐騙三名少女 發生性關係 他還拍下破處性愛影片 前年因其中一名少女 鬧離家投套他 家長怒告 警方一查 才發現他是空氣犯 南投等三法院 去年依妨害性自主的罪嫌 分別判處一年十個月 到三年十個月不等刑期 動新聞總部報導 回到 tela